于主日信息中 尤华牧师分享 神在电影 Ready Prayer One 所放下的共同信息 也就是James Halliday的三个遗憾 而当中 藉着男主角带他回到过去 弥补这三个遗憾 同样地 当尤华牧师分享 这三个信仰上的错误之后 唯一的解决办法 同样就是从哪里跌倒 就要从哪里爬起来 走至一座大厦 当地基有着结构性的错误 由第一日开始 已经是起错的时候 他们要做的 绝对不是继续起上去 而是将所有的建筑 也都要撑下来 从根基开始重新建造 原因假如信仰是有这三个部曲 这样当连第一个信仰级数 都未达到的时候 却硬要进到第二个级数 与神有一个爱情的关系 甚至进到第三个级数 就是在腐足的时候 懂得自处的话 这样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因为 假如没有一段与神真正的爱情的话 在福庆当中成为领袖 其实只是会失去意义 因为当这些人根本不是打从心里面爱神 他们在内涵上只是平信徒 会众的心态 这样他们又怎样可能达到第三个级数 就是真正祭司级数的信仰呢 相反到最后 可能连平信徒的资格都不保 原因当石安教会整体进到第三点 就去迎接末后日子历史上最庞大的大复兴 而当全教会也拥有无与伦比的荣耀、地位、腐足的生活方式时 每一个人也会落在福庆当中 甚至乎他们本身连信仰的第一步都做不到 仍然是顶基着熟悉的成功 熟悉的人生目标 然而同时间 他们也会希望踏上福庆的顺风车 在参与石安的时候 也会愿意全程投入 也因此他们有着错觉 以为自己的信仰是了不起 但是在内里 其实他们连信仰第一级都未到 虽然在当中 他仍然会坚持参与而不跌倒 不做信仰上的鸭沙龙 然而在他们的内心中 也只是看见石安在现实的成功 让他们可以继续扎根于世界 而不是因为觉得信仰才是真正的现实 令他们全程参与 这样 假如石安的成功 是助长他追寻熟悉的财富、地位、成功的话 这样 就算他们继续留在石安 然而到最后 他也未必可以上到天堂 事实上 大家可以想想 当我们进到信仰第三步 见证历史以来最宏大的复兴 当我帮人进到石安的时候 简直等于进到皇宫 参与石安 就等于参与英律皇的皇室一样 其实这种一级的服务态度 已经足以让很多人乐意参与石安 甚至叫他们转工过来上班 他们也会愿意 但其实这种因着服务态度好 群体气氛和谐、热切而留下 进来享受一起共富贵的基督徒 他们是否能够确保自己 一定可以在门后复兴中上天堂 这个是极大的疑问 甚至乎 假如他们未做好第一个信仰级数的话 其实有很大的机会 他们是会枉费一生 原因将来的复兴 会对我们的内心产生一个假象 就是让一些的初信 甚至是一向回石安的弟兄姊妹 也会自以为因着教会复兴 而以为自己有着一个长进的好信仰 因为大家可以想想 当教会进到复兴的时候 有庞大经济人力物力参与的时候 你自然会落在其中 施丰州更为喜劲 甚至你所做的一定不会比以往差 更不会跌倒及离开教会 因为我们已经不再需要相信自己将会附足 原因 附足已经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 并且当大复兴的时候 神迹大爆发 出现死人复活 永远审判的神迹 到那时候 恩住神的彰显的真实性 我们甚至不会犯罪 然而假如我们因此而误以为 我们在信仰上 是突然飞跃上升的时候 其实在内心里面 我们的信仰可能差得好似 会众亦都不自知 因为肉身上的成功 往往会制造出我们信仰成长的假象 所以 神会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将大复兴 荣耀 附足 去加给我们 因为这个会使得我们高估自己 甚至欺骗自己而不自知 因为在大复兴神迹彰显中 任何人都想在教会当中参与更多 甚至希望沉聚于复兴中 所以到那时候 所有人都要省拆自己的内心 假如自己的信仰内陷 连第一步都未达到的话 这样从哪里跌倒 就要从哪里爬起来 即使到时在大复兴中 他们也都要这样做 原因 没有第一级信仰的话 其实也不能走到第二级 甚至第三级 即使我们能够僥倖地 有份在第三点的复兴中 但是如果我们仍未做好第一点的话 其实我们是从来未开始过任何信仰 就好像一位毕业生 刚刚入职于苹果公司 拥有一份高薪的工作 然而公司也带给他好好的名誉 让他工作室更加自豪 然而这个不等于他有足够的才能 可以自己创立另一间苹果公司 事实上苹果公司的成功 也都不是这位毕业生所参与建立的 他只是适逢期会 可以承接这份成功 然而假如他想真正协助公司更成功的话 这样他仍要从头开始 理解苹果公司的发展经历和经营理念 并且认同当中的价值 再投身于其中 所以既然在这段时间 我们尚未进到第三个阶段 尚未经历末后复兴的时候 我们就要省察自己的内心 努力成为实至名归的辛苦 去迎接最后大复兴的考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